耳朵里有东西滚动响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吴宝骏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人医师 这是老百姓有时候感觉 我耳朵里边有异物老来回动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丁宁 这线里分泌的丁宁 排出的公动刹 它里边有形成局部一个丁宁的小栓塞 来回动 也不排除就是说是有时候 丁宁或者小孩 或者把异物不小心掉进去 还有常见的就是有些业外的活动 或者在不注意晚上不注意 有些异物定入耳内 这种也可能引起这种动 最后一个就是它有时候中耳里边 比如说我们有中耳炎 分泌性中耳炎 耳朵里边有积水或者渗出 这种情况也可以出现这种感觉 具体的治疗的话 就是中耳炎的话 当然我们要对症用中耳炎来治疗 要是阿波尔到底这个丁宁的话 我们低点药把它泡软 它自己流出来 或者到医院里 或者自己用棉签轻轻插一下 它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历史的 gymnasiu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